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经过了五个星期的这个完全无雨的状况 那现在收视队呢又喜获甘霖 所以虽然是可能是比较严重的雷震雨 但是对一般民众以及缺雨的德州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 这是发生在昨天下午四点半 警方接到报案说这个应该是家暴的关系 这名男子呢绑架了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妻子 在路上开车 那么妻子呢马上当时就报警 结果警方跟随的这名男子开的SUV 男子后来将车停下呢 便拿着武器向警方连开两枪啊 连连射击 当时警方立刻回击 结果将他击毙 那么现在整案正在调查当中 而因为这个执法案件啊 然后造成了有一人死亡 所以当时Southwest Freeway 靠近Hilcock的地方呢 几乎是完全关闭 而且关闭了将近八个小时 好 另外这是HISD呢 在这个选举季节 要求休斯顿的居民能够帮助他们得到 50亿美金的这个债券收入啊 能够帮助HISD在增加学生们安全 还有校园设施方面 各样的应该是改变吧 那么HISD是全德州最大的学区 那么已经很多年了 年久失修没有得到 从来没有来 可能说是借着债券的关系 来增加他们的年度开销 但是呢 现在选票上面出现的言语 原本HISD的校总监Mike Miles是说 不会增加人民的税收负担 可是呢 这一会儿在选票上面的语言呢 好像是说 民众这个房地产税呢 还是有可能增加 那么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呢 现在发现其实呢 两个都没有错 的确他的这一个50亿元的 Proposition A和B 是不会立刻造成税率的增加 但是这一个债券呢 最后还是要还的 要还的时候呢 最后总会造成 他们叫做Pay Overtime 所以说在可能日后的税呢 可能会看到有成长的情形 好 接下来呢 在昨天最大的新闻 不外乎是 跟休斯顿独立学区有关 这个叫做巨大的老师 这个证书考试作弊案 那么这个作弊案呢 现在已经知道有五人参与 那么这五人呢 在过去这几年 已经收入了超过一百多万美金 来帮助需要得到教师证书的老师们 让他们不需要考试 只要缴钱就可以得到教师证书了 那么在昨天 Harris County的司法长 Kim Overt 女士 她在下午两点举行的 记者会的时候 详细地公布了 这一个丑闻的细节 那么总共被逮捕的这五人呢 包括了今年57岁任职于 Buker T. Washington高中的 篮球队教头叫Vincent Grayson 还有是也是在Buker T. Washington高中 这是担任副校长 今年35岁的Nicholas Newton 那么这两人的角色呢 应该算是在这个诈欺案当中啊 是举足轻重的 那么Nicholas Newton呢 他是可以说是帮助老师们 通过考试的打手 那么他只要想要得到教师证书的人 交了钱呢 他会帮他们去代考 那但是呢 究竟要代考的时候 怎么样瞒骗这个官方呢 让官方能够接受 这个代考人的成绩 那么这一会儿呢 就是看到这名 今年51岁的女子叫 Tijuana Guilford Mason 她是曾经担任 休斯顿教育训练中心的主任 那么她呢 就是正式的考试监考人 而她却和 Vincent Grayson和 这个副校长 Nicholas Newton呢 合作 所以由她来做监考 瞒天过海 也就是说这一个欺诈案呢 已经进行了多年 也一直没有发现 原来内部的考试官员呢 就已经和欺诈的人合作了 再来第四位参加者呢 是22岁的Darion Nicole White 她也是一个监考者 而她收取这个贿赂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代考者或是抢打手呢 来做这个欺凌 来做这个作弊的行动 最后一个参与者 或是应该不能说是最后 第五名 昨天被起诉的参与者 是今年39岁的 Lachanda Robert 她也是一位副校长 任职于Yet's High School 在这个高中担任副校长 她的责任呢 则是去做收买的工作 她召集这些 想要得到教师执照的人士呢 已经召集了上百人 来参与这一个作弊的行径 那么现在修士顿独立学区 已经发言 如果他们一再发现呢 任何的老师是参与这一次 作弊行动而得到教师执照 将会被立刻请辞 而修士顿独立学区 已经在今年雇用了 超过1500名 快将近2000名的老师 是应该算是还没有教师执照 或是正要准备参考 得到教师执照 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丑闻出现 无疑对修士顿独立学区的 这个管理阶层 尤其是像参与人士 都是属于学校的校长职 所以呢 很让人忧心 修士顿独立学区方向 不过呢 独立学区表示 这些手法呢 老早在Mike Miles来上任之前 就已经运作多年了 也难怪修士顿独立学区的 可以说是学生表现呢 一直都很差 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 从老师校长开始 就已经做出这样子的一个丑闻 所以修士顿独立学区 真的是要值得一个 好好的大整肃一番 好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谢谢您收听 美中为您翻译点击播报 德州以及 Houston方面的新闻 祝福您有一个愉快的星期二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